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只是一个轮廓 一共有N扎 那么这个半径是R 那现在我们说它是长螺线管 就是它的L要远大于R 那么这个叫做长螺线管 质感系数它实际上是跟电流无关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它的质感系数 那质感系数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的定义写出来 你这样子记可能会记不住 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记法 一个螺线管它的flux 它是跟I有关 然后它的比例常数就是L 而这个如果有N扎的话 其实不是N扎 就是说它的flux把它绕着几扎 那么由这个我们就可以得 N5 over I 你记这样子可能会记不住 你从这个这个式子来记比较好记 那你要求要从这个式子求L 那当然你要假设 假设这个线圈的电流是I 假设线圈的电流是I 我们 好那么有电流 它就会有flux 我们这里一定要求flux 对不对 flux它是等于什么 b.da 那这个b场呢 就是长螺线管的b场 那么假设这个螺线管 L远大于R的话 那么它这个边边 电场比当中要小了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忽略而不记 我们说这个 就是说边端的磁场 跟中间不一样 这一点点我们不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 整个用安培定律 来求磁场 这个我们已经求过了 所以它的磁场呢 就是等于μ0 n over i 不是n over l 成I 那么磁场知道了 这个知道了 那么我们要取da 那么我们要取da 取da的方向呢 跟b场一样 这个按照这个电流的方向 它的磁场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这个任何一个界面呢 取的这个da啊 也是跟这个磁场的方向一样 我们这个磁场的方向 好 我们在这里取一个da 也是跟磁场的方向一样 那么 把这个 带入 第二是 我们就得flux 它是等于 这是个常数嘛 所以 到底以后 b乘da 那就变成 μ0 n over l i 乘上 pi r平方 flux求出来了 flux求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带入第一是 带入第一是 带入第一是 我们就得 self inductance 是等于这个层n 再被i来除 它就是l分之一 μ0 n 平方 pi r 平方 它的单位 单位就是henry 就是这么做 OK 好 这个是 长螺线管的 质感系数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题目 一个螺线环 质感系数 好 这个螺线环是这样子的 好 这里并没有断 因为我们要 等于等于要在它的界面上面 取面积 积极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断开来看 那现在我们这里绕着 电线 绕着一扎一扎的电线 好 这个电线 它本来跟电流无关 不过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有电流 才可以啊 所以我们就假定电流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 这个地方的 也是一扎一扎 这样子的 好 它现在 在规格告诉我们 从这里 这个半径我们 等等再表示 我们说它这个厚度 它这个厚度 是一个W 它这个宽度呢 也是W 就是说它的界面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圆形的 它的界面是一个正方形的 这个是一个正方形的 OK 好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要求 要求这个 质感系数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我们就先从 它要我们求的那个量 我们 我们看这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或者是 公式应该是什么 质感系数 N 5 over I 这个时候一定它是把 N渣全部都练住了 N渣全部都练住了 好 那么 你要求 由这个式子求 self inductance 你当然还要求 flux 对不对 flux就是 b.da 这个是 magnetic flux的定义 然后你要求磁场 troy的磁场 我们求过 我们由 ampere's law 等于 mu zero I encroached 求过 我们假设它的电流 是I 最后一定跟I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 跟电流无关 假设是I的话呢 那么 我们现在 取一个半径 因为 只要有一个 closed path 这个closed path 我们就可以 取一个 半径为R的一个 封闭路径 比如说 我取在这里 好 从中心到这里 这个距离 我们算是R 用R 好 那么 这一圈上面的磁场 因为我们以前 做过 做过这一类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写 B是等于 μ零 N 被 2π R来除 乘上I 我说过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一定要记起来 好 B场是这个 那么我们取 Fine 所以B场呢 如果你这个 电流 按照我们这样子 从这里 进去 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进去的话呢 那么 那当然 这个 磁场 就是朝这个 方向 磁场就是朝 这个方向 B场 好 我们现在要取一个 D DA 现在带到第二次 我们要取DA DA 我们就在 这个地方取 这是R 对不对 这是半径R 好 我再取一个 R 这个是R 这个是R 我再取一个 这个是 DR 宽度是DR的地步 这么宽 好 那么 它就是 等于高度 我们先写DA DA 对于W 乘第二 而且DA呢 我们让它 跟磁场 平行 磁场什么方向 它就什么方向 然后把这个带入 第二是 我们就得 Flux 是等于 我慢慢做 Muling N over 2 排R 再乘三 W DR R呢 是从 里头 即向 外面 里头呢 我们 我们脚定 这个是平均路径 这个R 是平均路径 正好在这个当中 正当中 OK 正当中 好 那么 它的 下限就是R 减掉 二分之 W 这是R 加上 二分之 W 但有时候 它如果告诉你说 这个内半径 是多少 外半径 外半径 是多少 的话 那你就从内半径 寄到外半径 就好 所以这个 你要看情况 来办 好 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 常数项 提出来 Muling N I W 里头 里头呢 就是R 分之 DR from R 减掉 二分之 W 到R 加上 二分之 W 好 这个 七分析出来 它是等于 R Pi Muling Ni W Natural logarithm 这是 R 不是 我们现在 这个 这样子 假设 这个是 这是任意半径 任意半径 任意半径 那么我们假设 这样子 这个R 为 R 为 这个 我不要写R 我就不要写这个 我这里加一句 令 R 为 平均半径 OK 刚刚这个R 是任意半径 现在 平均半径 的话呢 我就 这个就等于 大R 加这个 小R 这样子 比较 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这个 它就变成 log 2R 加W 2R 减W 你把这个积分 积出来 积分积出来 这个二分之一 通分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 我们现在把这个代入 第一是 我们就可以求 self inductance 求self inductance 代入第一是 那么 这个就是等于 代入第一是 它要乘一个N 然后被I来除 多乘一个N 这里就变成 μ0 n平方 W I约掉了 over 2π natural logarithm 2R 加W 2R 减W 好 这个就是自感系数 假如 假如啊 如果 如果 R 远大于W 的时候 就是说 你这个 环的半径 大R 平均半径 比这个W 要 要大的很多 就是说 你这管子 看起来是细细的 整个整体看起来 它比较细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项 简化一下 则 2R 加W over 2R 减W 要等于 我们现在 把这个2都提出来 分子分母提出一个2 把它 批出一个2R 然后把它约掉 那这个 就变成 1加上 W over 2R 然后 这个呢 就变成 1 减 W over 2R 的 负1次方 因为 这个都比1 小很多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一项 用二项式定理 把它 展开 这可以 满满糊糊糊的 等于 1 加上一个 这个 负1乘上这一项 所以它就变成 1 负1乘上这个 就变成 加 这样 也是变成 加了 后面这个 我们就 不要了 不要了 好 那 我们现在 把这个 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 它其实就是等于 1加 它就 满满糊糊的 可以看成 这个平方 平方 那么这个 很小于 1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又用二项式定理 再把它 展开 那就是 1 加上 2 乘上 这个就变成 R 分子 W 那现在我们 就说你这个 后面这个东西啊 可以看成 Log 这个1加这个 好 我们再写好了 所以 我们 多写一步好了 好 那么我们说 因为啊 Natural logarithm 1加上 x 这个可以 用多项式 把它展开 多项式展开 这个呢 可以等于 x 减掉 2分子 x平方 加上 3的x 3分子 x三方 减掉 4分子 x 四次方 再加上 x五次方 over 五 等等 可以等于 这个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这个 natural logarithm 和1加上 1加这个 我们先写等于 好吧 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x 通通变成这样子 通通变成这个 x通通通变成 W over r 因为 r远大于它 这个远小于1 远小于1 那后面这个都比1小很多很多 我们就麻麻糊糊的 就说 全部呢 它就变成r 第一项就是这个 分子w 后面就不要 后面就是 就是二分子 这个平方 等等 这很小很小了 那么 把这个 带入这个里头 那我们就说 质感系数呢 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 μ0 n平方 n平方 w平方 2 π r 2πr 好 这个是 r远大于 w的时候 他的单位是Henry 单位还是Henry 这个是 自感系数的求法 以下我们求一个 护感系数 护感系数 我先画一个轮廓 轮廓 这里有两个 螺线管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短 它的 cross section 可以看成同一个 因为这个当中 只有一层 电线而已 所以 妈妈乎乎可以看成 是 cross section 都一样大 不过一个长 一个短 就是了 我们现在 假定 好 这个是 HA管的这个 电流 它的电线是这样子 这样子缠的 这样子缠的 OK 好 我们 假设电流 是IA 这个 电流 当然也是 IA 我们 假定 IA呢 总共有 NA 全部的 扎数是NA 它的长度呢 是 LA OK 长度是LA 那么B线圈 那么B线圈呢 B线圈 也有电流 这个电流 我们用这个颜色好了 B线圈 IB 好 那么 它的长度呢 LB 它总共有NB扎 NB扎 那么这个半径呢 通通算是R 通通算是R 现在我们要求 互感系数 我们说互感系数啊 MAB 跟MBA 是相等 但是你 做起来的时候啊 有一个 比较容易 有一个 比较容易 一点 好 现在我们 看看要 先做哪一个 因为这个 B 线圈 比较短 所以 A线圈 产生的这个 磁通啊 可以把 B线圈 全部NB扎 通通练住 所以这个 NB扎 比较单纯 就是NB 所以我们 现在就求 什么呢 求 A线圈 通过B线圈 的flux A线圈的磁场 通过B线圈的flux 这个时候的 它的 互感系数 你要怎么记呢 我们还是 由这个来记 flux 我们现在求的是什么 B线圈 B线圈的磁场 磁通 由A线圈 产生 A线圈 产生 那我们 B线圈 它全部经过 B线圈 所以 N扎 NB扎 它是跟 A线圈的 电流 有关 这个地方是 NBA 至于说 你这个 这个定义 上次有个同学问我 你说这个是 B线圈的磁通 A线圈的磁场 经过B线圈的磁通 这是有的书上 是这么定义 也有的书上 怎么定义啊 它 5B 它倒过来 它说是 它说是 B线圈的磁场 通过A线圈的磁通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就要写NA 那这个 要写NA 所以这个到底是 做什么定义啊 我建议啊 你不要去背 这个背的一定会忘 叫我都会忘掉 我们要 随时再来下定义 OK 随时下定义 就说我们 LINK 你说LINK Find BA 为 A线圈的磁场 磁通 你定义了 然后呢 你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就写这个 Find就好了 B线圈 A线圈的磁场 B线圈产生磁通 好 那这个就是 NA 要等于 M BA 这是跟 A线圈的 电流 有关 B线圈的磁通 有A线圈的 磁场产生 A线圈磁场产生 跟A线圈的电流 有关系了 你下个定义 人家就看得懂 要不然 如果你看的书 跟他的 跟他的这个 定义不一样 他还要 他还要 搞个半天 好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要求的是 这个东西 我说过你 你不要去背这个诗子 这个诗子 你记不起来 我们从这个地方 刚开始 就比较好记 BA over IA 第一诗 好 现在我们要求 Flux BA Flux BA FluxBA 是什么定义 就是经过 B线圈的磁场 是由A线 而这磁通 由A线圈的磁场 所产生 所以磁场是A线圈的 那 DA 是B线圈的 B线圈的 现在你要求 BA 对不对 求BA 好 那我们就把 用这个 安培定律 因为它是长螺线管 这两个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长螺线管 我们说编端效应不济 这是安培定律 我们由安培定律 由这个 我们就得 B A 它是等于 μ0 NA over LA 乘上 IA 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取 DAB B线圈的 面积激素 跟BA平行 然后把这个 带入 第二诗 带入第二诗 那我们就得 5 BA 这两个DOT起来 两个方向相同 DOT以后就变成 BA成 他的 我们写一下好了 然后 然后 乘上 DAB的积分 这个都是常数 提出来 提出来 它就变成 μ0 NA over LA IA 乘上 πR 平方 Flux 有了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入第一诗 带入第一诗 我们就得 M BA 等于 Flux 乘一个 N 乘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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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写错了 这个是 B线圈的磁通 有A线圈的产生 这个是NB B线圈的磁通 要看它 有多少渣 对不对 多少渣 这个写错了 好 那就是 这个是 乘一个NB BIA来除 那就是 μ0 乘一个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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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IA 已经 IA 约掉了 没有了 对不对 乘三 πR 平方 是等于这个值 OK 这个当然是Henry 单位是Henry 好 这是一个方法 方法 好 我们现在看方法二 方法二 方法二 我们要求这个M AB 方法二 我们求这个 还是一样 我们刚刚是求 BA 对不对 刚刚是 5B 我们现在5AB 5AB 5AB 就说 A线圈上的磁通 由B线圈的电流产生 所以它是跟B线圈的电流层比例了 那这个是MAB 不过 这个时候 A线圈呢 被B线圈的磁场 炼住啊 不可能有NA渣 因为这个地方的磁通 这个地方的磁场 最多最多呢 就是这过去 从这里回来 最多只有这么一段 它不可能有 不可能把NA啊 全部都炼住 就是 就是炼当中这个NA 它有几张 好 那这个长度里面 就LB的长度里面 有 A线圈的磁 A线圈的线圈啊 有几张呢 这个地方就不单纯了 这个地方不单纯 这个地方就 我们就要来看 你A线圈 长度是这个 A线圈 磁数是NA 好 被长度来说 你单位长度有这么多磁 单位长度这么多磁 现在在这个长度里面有几� 是不是这个数目乘一个LB啊 对不对 这个乘LB啊 乘LB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用 NA OverLA 再乘上LB 所以 从这里 我们知道 MAB 它要等于 NA 乘上LB 乘上LB 乘上FY AB 被I B来除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 第一个 式子 那你现在要求 FLUX AB 哦 FLUX AB呢 它是等于 B线圈的磁场 在A线圈 B线圈的磁场 A线 经过A线圈的磁通 啊 这个是 2' Q5B 这个用什么 还是用安培定律啊 我们还是要 写啊 这句话一定要写 因为不这么写 你不能用安培定律啊 B线圈 B线圈的磁场 它是等于 μ0 NB OverLB 乘上IB 好 IB 然后我们取DAA 平行与B B 然后这两个 一起 带入 第二prime式子 我们就得 5AB 5AB 要等于 这个都是常数 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我们干脆写成这样子好了 LB分之一 MU0NBIA乘PiR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入 第一式 第一式我们就得M AB要等于 IB跟IB 这个是IB 我这个写错了 这是IB 这是IB 这里写错了 IB跟IB约掉了 所以它就变成 NA over LA 然后乘上LB 然后再乘上这个就好了 乘上LB分之一 LB分之一 MU0NB IB约掉了 PiR平方 你看这个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变成LB分之一 然后呢 MU0 NANB NANB 然后Pi 这个LB 这个LB跟 约到还是LA 这个LB 这个LB跟这个LB 约到是LA 所以这是PiR平方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 MBA 等于MAB OK 但是这个 你求MAB 比较难一点 是什么 就是这一步 就是这一步 啊